现在有很多医学中心 像长庚 马街 万芳 陆续引进热疗技术 用于癌症的辅助的治疗 热疗 什么叫热疗 其实这个应该是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在做 开完到癌症的手术之后 然后用温水 加热的水 大概40度左右 然后在身体里面 在肚子里面 因为我们讲主要是肚子里面的癌症 就这样让它泡 因为我看过它那个整个的实验操作 一开始的时候 那设备还一开始没有那么精进 就真的是把肠子 拿出来 放在热水 就一个罐子把肠子冒出来 放在热水管里面 但是肠子是黏在我们身体上 没有 它已经开到 它开到的过程里面 它在那个缸子里面 它是放热水 还有一些化疗的药放进去 所以它把等于肠子 让它先有一个热疗的效果 还有一个化疗的效果 然后再把它该切的切完 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它发现说这样子的效果 热疗去加成这个化疗 可以达到两倍以上的这种效果 好细哦 对 所以有这个技术 可是这个技术 一直在整个的医学来讲 还没有那么快的进展 可是以后可能会慢慢的 有一些进步 就像这些技术 就像这些技术 我说这个技术 我看这个技术 就像这些技术